同学比较多的问题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 遇到第一个最常遇到的问题 这个 Node可以加加 当然打开来之后 我刚刚是直接向下拉 就看到了 就在这里 可是我同学向下拉 奇怪 为什么老师看不到 我看不到 主要原因是在这里 在检视里面有一个叫自动换行 绿色的话 它自动换行是不会换 所以它会变成跑到哪里 即便你拉到最下面 它会跑到最 因为它没有自动换行 所以它会在右边 所以你要找 要找很久 很难找 所以怎么办呢 记得检视里面有一个叫自动换行 把它按下去就好了 按下去之后 再向下拉 你就可以看到它就在这里了 它几乎是在 反正这边有432的上面这边 432上面这边 它应该就可以找到 因为刚刚同学找半天找不到 可能就应该是这个原因吧 自动换行部分 第二个就是说 你在解压缩的时候 我刚刚有强调 就是说 记得就解压缩到此就好了 可是刚刚有同意是 解压缩到 那个目录里面 会变成多一个目录 所以它一打开又找不到了 因为它的路径 所以你们可能要再看一下 是不是有多一个目录 如果多一个目录 没有关系 如果你要放在另外一个目录面 你在这边再多一个目录就好了 只要两边可以match 那这个问题就简单了 应该可以理解了 所以这个应该不是很复杂的 Spider的设定 这个环境的话 其实应该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那之后我们相关的 所以你们回去 如果有时间 云端白板 我会分几个单元 大概前面几个 第二第三吧 然后第四第五 反正就底下这些东西 有时间可以试试看 那上面有程式 你也可以把它 看贴到那个Spider里面 然后乱乱看 OK 照着反正就是可以的话 先预习一下 那另外的话 我们因为你们现在书还没到 那以后的那个题目 你也可以在云端上 可以先找到在哪里呢 云端白板 这个云端里面 云端白板外面 下面会有一个叫什么 叫做Python 3的证照考试 OK 那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目录了 其实目录就我刚刚秀给各位的 就是总共第一 第一类里面考什么 第二类里面考什么 一直到第九类 这个目录 然后题目部分的话呢 在这个底下 试题第一类 所以回去如果你想知道 到底第一类考什么的话 不过目前我是只有放双数题 OK 双数题的话 那这个就题目长得像这样 那比如说102 那将来考试啊 它就是不会出 就是不会让你知道题号啦 反正就第一就对了 第一类啊 它就是可能就 就里面将来可能就一吧 就类似这样 第一题 这样 然后呢 它里面会有一些说明 比如说题目说明 然后设计说明 然后要你做出底下的这个 比如说你输入四个东西 它输出的结果 然后要长这样 也就是说呢 后面我们还会教大家 如何做输入 输入 刚刚有输出是print 那输入的话很简单 输入了吗 就input input就可以 input什么东西 然后呢 让人家输入 打一些字上去 然后呢 按enter之后的话 print结果 要长得像这个底下的 这样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 它也有个说明 说 它这个设计说明 它说 输入四个 那个 还有小数点 所以有小数点 然后呢 这四个浮点 浮点意思是有小数点的整数 有小数点的数字 OK 就是浮点 然后呢 它说什么呢 以篮宽为七 篮宽意思是说有七个字 反正呢 你输入 如果你只有输入五个字 那 但是还是要空两个空白 有没有 所以底下你会发现 这前面不是 这个输入二十三点 一二 五个嘛 方便小数点 那但是前面要空两个空白 一定要七个 蓝宽为 就是要七个字的意思 然后呢 输入第一个 中间跟第二个中间 一定要有个空白 所以你会发现 它这个是输入这四个的结果 然后这两个 这个是放在这里 这个是放在旁边 而且要靠 靠什么 靠右对齐 有没有 靠右对齐 然后这个的话呢 再放在这里 这个再放在这里 有没有 那这个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变成靠 上下 其实你会办资料是一样的 只是对齐方式不一样 下面这个变成什么 上面是靠右 下面这个变靠左对齐 那又再输入 输出一次 所以变成说要把输入的东西输出两次 但是一次是靠右 一次是靠左 大概是这样 那这边可以需要用到一个叫format的函数 OK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先把题目稍微了解 然后什么输出辅点输到第二位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底下的话就1102 然后再来就104 比如圆形面积怎么做 如果刚开始你还不太清楚 没关系 你可以大概自己先玩玩看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就是有关试题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在讲这个试题之前 我会先帮各位先讲一些基本的东西 所以刚刚请各位再开启那个第二个单元 好 那第二个单元跟刚刚有什么最大的差别 其实最大的差别是说把你的形态改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还有另外一个 最大的差别就是说我们刚刚都是整数 3跟5 那也许你可以把a跟b先改另外一个形态 其实最常用到的形态不外数第一个整数 整数就是没有小数点的数字 第二种的话就是叫做浮点 浮点数 或者叫float 浮点数的话就是有小数点 第三种最常用到就是什么 就是文字 或者叫字串 就是tree 那如果说我想要做计算的话 比如说像这边3.2 然后b的话 如果它来了资料 理论上应该是数字5才能够做运算 但是因为有些资料来源 它来的就是给你个文字 那你变成什么 你一定要转型之后才能够运算 所以底下的话 假如说我今天我希望做一些简单的运算 所以你可以再把第二个单元卷到底下 第三页的地方 底下的话 我们第一个就要了解所谓的算数运算值 刚刚我们直接用到一个加号 什么a加b 那当然这个是最基本的 减这个不用讲 乘也不用讲 除也不用加点乘除 那可能比较特殊的 就是底下的这三个 百分比 percent 这个是什么 求余数 多少的余数是多少 比如说你今天 假设是 像这个 32% 结果应该多少 那这边有一个 2 为什么 求余数 除完之后剩下的余数 OK 所以是percent 那再来的话就除除 除除是什么 除完之后的整数 32除以5 也论它应该是6点多 OK 它应该取整数 就6而已 点几不要 OK 不过其实我觉得除除很少用 为什么 因为你除完之后外面包一个int就好了 结果也是一样的 有没有 该知道我的意思吧 就是把什么 如果你把32除以5之后 它不是有小数点 那你可以外面再包一个int就好了 int就转型为整数嘛 那它一样最后的结果一样是6啊 不会不会 int就是取整数 取整数就是 就是意思说小数点 都不干我的事了 OK 就不用理会了 就是不用找了 比如你1000块给你 不用找了 OK 所以感觉很霸气 类似像这样 就是剩下就不用了 就 小数点就不用理会它的意思 OK 所以除除 我自己用的比较少 因为我习惯还是专个int就好了 再来就乘乘 乘乘是什么 乘乘就是几次方 有没有 比如说7乘乘2的话 得到的结果就49 有没有 7 对不对叫乘乘 里面加个乘乘 乘乘2的话 意思说把这个2拿到上面来 7的2次方 OK 7的3次方 7的4次方都可以 你想说 那记得是层层 那会不会有层层层 没有 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 有些规则 你们要自己变 因为有些东西是规则就固定的 没有就是没有 你们要自己意想天开 以为有什么其他 没有 就大概是这些 OK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其他还有像比较常用的 像什么 像拖曳字元 这个后面也会用蛮多的 那这边的话 可能可以用到的就是 换航 假如说我今天呢 我要让那个 比如说一个文字的下一个字 换航到下面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换航的话 这个地方怎么做 你拖曳字元叫做反斜线 这个叫反斜线N 这叫换航 特别之后 那什么叫拖曳字元 就是说这些字元是比较特殊的 也就是说它这个字元在程式里面 它可以有一些特殊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像反斜线N加上去 就是换航 就帮我enter OK 那还有就是说像那个双引号 双引号因为我们是拿它来当那个文字 自创 所以以后如果你还要再输出双引号的话 那你如果再打个双引号 那不就有问题 所以怎么办 前面再加一个反斜线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像这边呢 我们刚刚这个练习好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加总冒号 然后后面的话呢 我希望换航就好 比如说我希望 现在不是加总冒号 然后把8放在它的右边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今天有个需求 我希望加总冒号 8放到它下面 那怎么做呢 很简单 记得 脱一字元也是字元 字元就是文字 所以你一定要放在文字里面 可以 所以你直接放在冒号的后面 有没有 加一个反斜线N 有没有 这样就换航了 所以执行给各位看 有没有 加一个这个 反斜线N 执行 这个时候出来的结果就长这样 OK 应该可以理解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 简单的脱一字元 然后 再来的话 如果你希望加总 前后 假设我刚刚有举一个 假设我希望加总前后加双引号 当然一般不会这样做 如果我希望加总前后加双引号的话 那当然我们直觉是想说 这边加一个双引号 那这边再加一个双引号 可是你会发现 他这样会confuse 他想说 到底你这个双引号是哪边的双引号 所以他执行会怎么样 一定会出错了 有没有 他这个语法错误 有没有 语法错误说 没有这种语法吧 你这到底写什么 我看不懂 OK 所以以后你看到语法错误 那怎么改 很简单 加一个反斜线 有没有 如果你要输出 就是加一个反斜线 然后后面这边的话 再加一个反斜线 OK 这个是他的 那前面那个是 加总的前双引号 后面这个后双引号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应该这样OK的 执行一下 有没有 这样的话就会有个加总 不对 应该这个要放哪里 放在前面才对 应该是放在换行的前面 如果你放在后面的话 变成换行之后再加一个 不对了 那就放错位置 你要改一下就好了 OK 有没有 这样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这还蛮常见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简单规则 那待会的话 请各位 第一个了解拖曳资源的 这个用法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请各位 再帮我试着改改看 比如说刚刚的是 A加B 对不对 那也许你可以改一下 A乘B 或者是A-B等等的 然后这第一个就是 另外也可以加一个 A百分比 类似把运算值放到这边来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改改看 比如说把3 改成辅点3.2 然后这边的话改成文字 那我讲过 就是变数呢 当你第一次赋予 给它什么资料的形态 它里面呢 就会是什么形态的资料 所以如果你现在底下加一个 printer 刮符 type A 的话 那它应该会出现什么 因为它是什么 有小数点 对不对 所以它应该 如果假设我这边 把这边里面加个type A 好了 它回来应该会跟你讲说 它是符点 所以执行的话 底下会多一个叙述 它这边有个错误 不行 因为我这边把它改完之后 这就错了 为什么 因为这边 这边把它 所以这个地方 我这边可能要把它筑结一下 试试看好吧 这个地方 先不要改这个 等一下改 整个都要改掉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 主要是拖曳资源先改 那改完之后再试试看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你把上面这两个改完之后 一定要转型 才能够做后面的运算 否则一定会出错 来试一下 先拖曳资源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拖曳资源 练习完之后 再试试看 可以再把它改成就是那个 这个运算值 加减乘除 然后就是有三个比较特殊 百分比 percent是求余数 然后除除是除完之后的整数部分 乘乘是几次方 大概先试试看 再试试看 poner 你们 我们 我们 们